白宫官员说,前阿富汗外长阿卜杜拉退出该国的总统决选,可能不会给美国奥巴马总统对阿富汗的战略审议带来影响。 奥巴马总统的高级顾问埃克塞罗德在星期天指出,阿卜杜拉从选举中退出,显示这位反对派候选人很可能会在11月7日的投票中败选。 埃克塞罗德淡化了阿富汗的政治转变可能给美国对阿政策审议带来的影响。 白宫顾问贾勒特同样在星期天说,阿卜杜拉退出决选不会使得奥巴马调整他的战争战略变得复杂。 美国国务卿克林顿说,应由阿富汗当局决定下一步的选举程序。 他说,华盛顿将支持阿富汗的下一位总统和阿富汗人民。